胡錦龍在劇集《家族榮耀》 飾演不斷支持李彩華的孤兒院好友程鋒 可惜最終被車撞死 最近播那一套《家族榮耀》 在內地都很好 在香港我所知現在的收視都可以 我這個角色裏面 是跟李彩華有條線幫他追查一些東西 我死的那一場我在這裡多謝公司 我也多謝他們工作人員的安排 我也多謝導演的體諒 因為我死的那一場是12月30日拍 原本想安排12月31日 那天是倒數的 大家都有我們分兩組 有一組是放假的 另一組是我拍那一場 但我自然跟他們溝通 我說可不可以幫幫忙 不要倒數那天死 因為我自己試過我生日那天跨過12時 那一年真的很黑 可能我相信這些東西 很開心他們劇組很體諒 他們最後安排了 那行了 安排30日拍 31日全部放假 全部開心去倒數 有一天出街黑金風暴 都要我死的 黑金那一套我拍死的人 真的忘記拜神 弄到我弄到我自己的問題 我一個反身 我一按一按起 沒有情力 一挖手指 手指是可以這樣的 但現在挖不到 當時是這樣的 我一拍完之後 手指是這樣的 我就說 什麼事 打不起來了 但沒那麼怪 因為那時武師已經說了 你自己轉身去按起 但我自己因為急 一轉那一下 拖著手指一按 那你說 這個是我相信我拍攝 裡面暫時來說是最傷的 不能像我來保障 跟你一樣 這個氣 打不起來 沒問題 沒有問題 你們說 你不想